刘培元的英文教室正确发音篇第十二集 我们看看 afternoon 下午 很常见 很简单的字 但很多就是念不准 它是大卷声 after ab after afternoon 这个 noon 倒很简单 没有问题 这个问题也不大 所以主要就是这个大卷声afternoon 我们说再一次 again 太简单了 再一次这个字太简单了 但是呢 它就是问题不大 就是这个 这边的a呢 它是发半卷声的 at again 所以这个很多人念不准 很多人念成不卷声 again again 或者大卷声 again again 都差很多 卷一半 again again 然后这个也是 加st就是介细词 against 一样 后面加st against 所以这两个发音基本上 差不多 against 然后这个年纪呢 年龄呢 age 他就完全不卷声 age 你不要念成edge edge 比如说我们说 edge 就是边缘 他就是edge 他就卷声卷一半 你看 英文就差那么多 年纪的age 不卷声 边缘 边边 他age也可以当动词了 所以这个英文字会乱跑 那个边缘就是edge 卷一半 那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说代理人 或者一个什么单位 或者travel agent 就是旅行社 他完全不卷声 agent agent 所以英文里面 他的字母是A 或者是E A或者E 他常常会发A的音 所以这个常常搞混 他有大卷舌 中卷舌 小卷舌 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把这些字列出来呢 就算你会发这些音 可是到底哪些字 是大卷舌 中卷舌 小卷舌 你还是搞不清楚啊 所以要从单字的实例上 去了解 所以我们再看 再念一次 下午 afternoon 再一次 接系词 不是 再一次是副词 again again 接系词的 against against 卷一半 所以我们有时候嘴巴 会打结 有时候那个卷一半 会卷到多了 或者有时候不太卷 所以要常练习 against 年纪 不准是age 这个代理人 agent 或者特工 密探 那我们顺便了解一下 它的英文意思 下午呢 the period 就是一个时间 又是一次多一 也是一个句子 也不是 也是一个那个 据点 它除了是时间以外 也是一个据点 同时呢 也是女人的月经 period period 所以至少三个意思 当时实际上还有更多的 the period 这时间 starts starts at about twelve o'clock 十二点 十二点 当然这个是指中午十二点 or after the meal 或者是在那个中餐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就中餐 一天的中间的时间 就中 中午 中餐 of the day and ends at about 就是开始 大概是中午十二点 或者吃午饭 大概从那时候开始 and ends 什么时候结束呢 about six o'clock 下午六点钟 or when the sun goes down 就是太阳下山 一般太阳 到夏天会早一点 冬天晚一点 大概是差不多 下午就那段时间 因为法律也没规定 下午到底几点 法律上没有 所以我们就是 约定俗成大约 就是 吃过午饭 到吃晚饭前 或者下午 中午十二点 到晚上六点以前 就大概是时间 所以英文 它的解释 这个还蛮 蛮完整的 我们看例句 there will be a chemical test tomorrow afternoon 将会 将会有一个 化学的考试 在明天下午 的例句 again 是副词 意思 one more time 再一次 这就很简单 could you do that trick again trick 就是 小把戏 变面魔术 什么小技巧 你可不可以 再变一次 给我看看 can you do that trick again against 当然 这个意思 可能不是最多的意思 against 就是不利于 解析词 但它很多意思了 那我们这边用的是一个 touching something for support 就碰到一个什么东西 来支撑 我们就斜靠着 靠着 倚靠着 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这边的 这个定义呢 meaning 或definition 它不一定是唯一的 我们只是一个范例 所以我们就说 例句也是范例 它的意思也是范例 连它介细词都范例 不然的话 每一个都写出来的话 哇 要很多页 所以我们只是做一个范例 那我们重点是讲它的发音 the refrigerator is against the wall of the kitchen 的冰箱呢 那美国人常常 refrigerator 太麻烦了 就用fridge 用fridge 代表冰箱 或者像鳄鱼 像alligator 又觉得很长 它直接用gator 那名字有很多 也是一样 你说Alexander 亚历三大 老师念很麻烦 就是Alex 当然 后来它也变成独立的名字 所以我们就有这种情况 因为有时候 单字比较长 他们就用其中一个 比较代表性的 像fridge 俄语用gator 用什么 它不是正式的 可是大家约定俗成的 也都接受 也都了解 只是说你在正式的 法律文件啊 或正式的文书里面 正式的罕见 写信呢 我们还是用完整的 那 刚才讲的 fridge 或gator 就可能是 口语 所以我们很多看美剧 英国剧电影 他们就是用 口语上就是 用这种 简单的 那冰箱呢 靠着墙壁 在厨房的 靠着墙壁 的厨房上 因为冰箱嘛 就是都是要靠着 靠着东西 靠着墙壁最多 年纪 the period of time 这什么时间呢 someone has been alive 这是人啊 存在着 活着 活着的时间 or something has exist 所以 这边讲得很清楚 不只是人的年纪 东西 物品 也可以是 那就不能讲年纪了 就是他那个 用使用多久的意思 或出产多久 has existed 已经存在多久 what is the age of that old car 那部车子 那部旧车 老车 那部老爷车 到底是 我们不要讲年龄 那部老爷车 车铃 车铃多久了 那部老爷车 已经用多久 所以就是人跟 人跟那个事情 跟物品 都可以用age 不是只有人的寿命 然后agent 它是名词 someone who works secretly for the government 有些人呢 他为政府 government 政府 如果是 没有MNT government 就是动词管理 所以管理的名词 就变政府 他秘密工作 秘密为政府工作 就是特工吗 密探吗 间谍吗 卧底吗 等等的 or other organization 或者为其他的 所以不一定是政府 你为一些甚至私人的组织 也可以 或代表 他除了是密探 也可以是代表 但这边主要是指密探 I doubt that Jimmy could be a secret spy of CIA 我怀疑呢 Jimmy呢 可能是 could be 可能是一个 CIA Centered Intelligence Agency 中央情报局 那美国最有名 对外就是CIA 对内就是FBI 联邦调查局 英国也是 对外就是军情六处 对内就是军情五处 等等的 所以世界有很多情报机关 像俄国的KGB 或者是以色列 都很有名 它衍生字就是Agency 那我们很快的 把这个例句再念一下 那就是把这个音 发准一点 就大家学习一下 它正确的发音 但其他字也稍微注意一下 There will be a chemical test Tomorrow afternoon There will be a chemical test Tomorrow afternoon Again 再一次 Could you do that trick again 这个是令Trick 不要念Trick 它是短音带耳的 英Trick Could you do that trick again Against 就是对谁不利 那这边是这样 靠着 The refrigerator is against the wall of the kitchen The refrigerator is against the wall of the kitchen 所以美国人很多的 T-H-E根本几乎听不到 或者out of the 什么的华音 几乎就跳过去 所以美国人他念音呢 就是说 像这个refrigerator 会念得很重 Against 也稍微有点重 Kitchen 所以他讲得很快 你只能听到这三个字 refrigerator Against War 还Kitchen 其他 The-H-E Is the of the 它 跳过去了 叫华音 联音 联起来的音 Age 联龄 或者东西的 联线 What is the age of that old car? What is the age of that old car? Agent I doubt that Jimmy could be a secret spy of CIA I doubt that Jimmy could be a secret spy of CIA 所以这几个字呢 Afternoon Again Against Age Agent 最大的差别就是 他要不要卷舌 所以英文里面要不要卷舌 就是要注意 你这些技巧掌握住 你的发音就会很标准 欢迎订阅 分享留言 这集讲到这里